世界上第一种真正实用的监射式进程反坦克导弹 法国沙蛇采用双级串联空心装药战斗布 破甲厚度900毫米 能有效攻击外挂反应装甲的坦克 导弹最大射程600米 可穿透T80坦克 1980年 法国陆金参谋部提出需要一种 能对付T72 T80新型装甲的有效武器 这种武器的射程为600米 能够攻击高速运动的目标 特别是能够在狭小的场所 比如在居民点发射 为了满足这种需要 法国宇航公司在1981年 开始实施了一项ACCP导弹计划 后来这种导弹又改名为沙蛇 它是LRAC的后级型 是一种战斗班组合排挤使用的单兵武器 当时法国的LRAC-89和APILAS 是法国军队中单兵反坦克武器的主力 但这两种武器 无论从重量体积和噪声 还是从对付机动目标的射程来说 都已经到了极限 因此需要采用一种有制导武器的导弹 来攻击600米处的高机动目标 沙蛇正是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武器系统 1986年研制 1992年装备部队 采用光学瞄准 统式发射 光学跟踪 红外电荷偶合装置侧角 导弹传输纸 半自动制导 全武器系统由桶装导弹和发射制导装置组成 全重15.6公斤 弹重9.85公斤 弹径136毫米 弹长885毫米 串联战斗部能穿透T-80坦克 沙蛇反坦克导弹是一种单兵便携式武器 可由前线步兵单人操作使用 但通常有两名士兵射手和弹药手操作使用 有两种发射方式 一是采用粒子或柜子进行监射 二是用小型三脚架支撑在地面上进行有准备的射击 由于使用三脚架发射时命中率高 一般都在90%以上 所以这种发射方式更为常用 监射的命中率要低一些 只有70%以上 多在遭遇战等紧急情况下使用 沙蛇导弹由弹体战斗部发动机弹翼和制导组件组成 战斗部为两极串联式空心装药战斗部 小型战斗部直径25毫米 用于摧毁坦克的反应装甲 主战斗部直径135毫米 用于攻击坦克的主装甲 可击穿900毫米后的压制军制钢装甲板 当时主战坦克的装甲都可以被击穿 值得一提的是 沙蛇是第一种具有软发射能力的进程反坦克导弹 所谓软发射就是在发射时点燃抛射装药 将导弹低速射出 减少后座效应和火药气体后喷 在导弹飞离发射统一定距离后 在点燃主发动机使导弹进入常规飞行状态 在战时士兵可以借助此项功能 隐蔽在建筑物或攻势内攻击敌方坦克 所以沙蛇也是第一种能够在狭小地段发射的导弹 发射时烟很少 无喷射物 噪声也很低 隐蔽性极强 沙蛇装有两台发动机 第一台是一个重80克的小型气体发声器 只相当于一发运动步枪子弹的装药量 先使导弹以17米每秒的低速飞离导弹发射筒 其后由主发动机提供续航推力 再离射手安全的距离点火 使导弹的速度达到260米每秒 飞行最大射程600米的时间为4秒 沙蛇使用半自动光学瞄准限制导 瞄准距为一个CCD摄像机 导弹装有一个红外适中器 通过发射架上的闪光定位器可确定导弹的位置 自动计算的导弹修正量 通过飞行过程中展开的导线传送到导弹 导弹在飞行中由4个可展开的尾翼自旋稳定 沙蛇的弹径为135毫米 战斗部位于发动机后面 巨能装药重36公斤 沙蛇的命中率大于90% 即使在10米每秒的测封情况下 也具有极佳的命中率 沙蛇采用了瞄准线半自动指令制导系统 发射器跟踪着导弹后部的光源 并将其位置与发射器十字准线的中心进行比较 并且借由尾随的制导导线发送校正信号 该导弹借由位于后部所装上的信标作为光源 以特殊的编码速率作为脉动或闪烁 而速率则是由位于激发装置以上的沙蛇跟踪装置所识别 以增强其抗干扰能力 并且采用一具可在红外光谱中操作的电荷偶合器件CCD阵列 以及在导弹的飞行期间带有自动切换能力的二重市场 这款独特而简化的瞄准线半自动指令跟踪系统 提供了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并使得沙蛇能够高度抵抗诱饵或干扰以及敌人的其他反制手段 导弹采用了串联锥形装钥匙高爆反坦克弹头 即导弹以内装上了弹体前部的小直径弹头和后部较大的主弹头 用以击破安装在众多装甲车以上的爆炸反应装甲 将主弹头定位于导弹弹体的后部提供了正确的支撑 以获得沙蛇弹头的最佳效果 而无需复杂的可折叠式弹尖探测器 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反坦克导弹的标准配置 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使该导弹的成本比其他反坦克导弹要低得明显 而且可以大量生产设计紧凑的导弹 沙蛇采用了CCD摄像机 并且用超大规模集成线路来处理红外信号 所以具有无可比拟的抗干扰能力 沙蛇的目标识别和命中目标之间的时间 要比同样射程的火箭弹短 无论是在夜间还是在白天 操作起来很简便 并且沙蛇还有维护简单的优点 导弹系统可以进行自检 一级维护 使用检查仪器可以进行二级维护 并更换主要部件或三级维护 并更换部分元件 沙蛇采用模拟器进行训练 无论进行初步训练还是进行维护 都不需要进行导弹发射练习 沙蛇的另一个优点是成本低廉 导弹上装有标准设备 比如陀螺 喷管等 导弹的平均价格不到米兰的三分之一 其发射价价格相当于米兰的七分之一 当然论成本 一枚制导导弹 当然要比一个简单的非制导武器昂贵 宇航公司承认 沙蛇的成本约是一个现代反坦克火箭发射装置 或无后座力炮的两倍 由于较好的命中杀伤 一枚导弹需要达到平均三个制导火箭或弹丸的作用 因此需要采购 注存的弹药的数量就比较少 从战术的观点来看 这就减轻了步兵牌的反坦克战斗任务的负重 例如法陆军的每个步兵牌 装备了六部阿皮拉斯火箭发射装置 每个战斗小组装备两部 然而这些装置仅在短距离内具有自我防卫能力 沙蛇的使用导致步兵产生新的组合 两部发射装置装备一个特殊的支援小组 其他战斗小组不负责反坦克任务 可以集中精力执行步兵任务 这将意味着四个人就可以保证完成反坦克战斗任务 以前为12个人 因此8人可回到执行基本的步兵战斗任务岗位 在当时战场上 沙蛇的600米射程已经在相对安全的距离内 步兵可以有效地对付最好的现代化装甲坦克 而且步兵牌装备着沙蛇的支援小组 也可以攻击制导发射阵地 战场防御攻势及其他类似目标 凭借着优异的性能 沙蛇在外销上也极为优秀 目前已经外销到加拿大 挪威 巴西和马来西亚 总销售量已达2万多枚 只是自1994年开始生产以来 沙蛇的实战经验少得可怜 远比不上美国的标枪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各位朋友认为 法国的这款反坦克导弹如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适量